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忠于神的圣月之爱呢 大家好 我是理查德 我和我的妻子Alison以及我们的家人 在Line Appian Baptist Church已经大约9年了 今天我很荣幸能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片段是曲子选民 一部关于耶稣一生的电视剧 我鼓励你们去看一看 它是免费在线观看的 在视频中我们看到西蒙在家里海上钓鱼 她抱怨上帝 她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 并质疑被选中意味着什么 神有计划吗 他还在吗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但随着年底的临近 我感到非常的疲惫 我真的很喜欢Johnson上轴的讲道 因为他谈到等待上帝 这是漫长的一年 实际上可以说是漫长的几年 今年年初 Alison和我进行了交谈 在经历了漫长的新冠疫情岁月 和充满各种问题的2022年之后 我们期待今年能专注于我们儿子 开始高中学业和我们的女儿 通过HSC的考试 我们几乎不知道 也不敢想象 几个月内我们 有两位亲密的家庭成员 被诊断出 患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其中一位最近刚刚去世 并且 我们也面临着其他的一些挑战 所以当我想到年底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累 很想熬过上诞节 觉得时间如果足够近就好了 我们在Ipin Peps Church 也度过了比较长的几年 也许你感到疲倦 精疲力尽 因此本周我们开始一个新系列的探讨 那就是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 是在以色列人从流放归来后 大约一百年写给他们的 这是漫长的一百年 以色列人从最初回归时的兴奋 重建圣殿 和耶路撒罗城墙的热情和疯狂的中 已经被日常的苦差事所取代 人们感到疲惫 他们看不到神的爱 对神失去希望 他们的行为就反映了这一点 那么神要对他们说什么 又要对我们说什么呢 在找到答案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是富有的 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使我们接着圣灵 可以认识你的儿子耶稣 并通过耶稣认识你 今天以新的方式 我们向你展开自己 阿们 在我们今天深入探讨这篇文章之前 我认为当我们开始阅读一本新书时 首先要对它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大家想看三个方面 第一书的类型 第二书的结构 第三书的背景 那么马拉基书是什么类型的书呢 圣经中有不同类型的书 有教导 有历史 有诗歌 有智慧 但马拉基书是被称为预言的书之一 第一节中这么说 现在我想知道 当你听到预言这个词时 你会想到什么 算命 占卜 或者看手相 或许 这个人 是特里劳尼教授 所有人都想试图窥探一个暗淡 黑暗的未来 虽然 预测未来 可能是圣经预言的一部分 但 这并不重要 神的先知 就是忠实的说出神 所赐给他们的话的人 因此马拉基书是上帝的话语 为他的使者 为他的子民而赐予 马拉基书的结构就像一个法律文件 其中有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六起纠纷 对每一个正义 上帝都会通过他的先知 向以色列人说话 人们要么挑衅 要么沮丧的回应 然后上帝 用对抗和安慰的话语 来反击他们的回应 今天早上 我们将关注两个争议 第一 人们忘记了神的阿 第二 就是他们忘记了 神的圣灵 最后 当我们准备进入正文时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 回顾一下圣经的大局 重要的是要记住 圣经从头到尾 讲述一个故事 我会简短地说 起初上帝创造了 这个天地相连的美好世界 他把人类安置在 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花园里 他可以与他们一起居住 和他们一起生活 并将他的善良和品格 来带到世界上 他创造的人 就像他自己一样 然后上帝给了人类一个选择 他们相信 他会向他们展示 是什么好的吗 或者他们选择 为自己定义美好 可悲的是 人类选择了后者 这开始了一个跨越 整个旧约的模式 上帝想要生活在 他的子民中间 因为他们的叛逆 而无法实现 但他找到了一条道路 就让他们带着 怜悯和恩典回来 从这里开始 我们将注意力转向 一个家庭 一个男人 那就是 艾伯尔汉姆 亚伯拉罕 上帝选择了他 并应许地球上的万国 都将通过他而蒙福 上帝正在努力 让人类恢复 伊甸园的美好 但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们 以及他的孩子的孩子们 却不断地把事情搞砸 故事继续讲 族长 伊萨和雅各 他们接受了神圣的应许 雅各的后裔 以色列人 最终来到埃及 在那里成为奴隶 但后来 在出埃及记中 被摩西带领 并获得自由 他们前往西奈山 并接受实践 与上帝利约 这导致他们 在旷野漂流 约瑟亚带领他们 进入迦南地 并最终征服了迦南地 以色列人通过 不同的 不同的时期 经历了叛逆 压迫和拯救的循环 然后他们过渡到君主制 该国王分为 以色列和犹大 北方王国 面临亚述的流放 而南方王国 最终落入了巴比伦手中 经过很长时间的流放后 一些犹大人 返回耶路撒冷 满怀期待地 等待新的领袖的到来 和上帝的回归 正如以色亚和 细节所应许的那样 今天当我们阅读 以西米记时 我听说了这种回归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出的地方 一群一百年前 从流亡归来的人 重建了圣殿 和耶路撒冷的城墙 他们等待 一直在等待上帝的出现 但在漫长的一百年后 上帝再来的希望 正在消退 人们陷入了 无奈的等待中 所以我们也终于等到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我们朗读的 马拉基书第一章 第一 前五节谈到神的爱 然后从第六到第十四节 我们看到神的圣灵 所以首先是神的爱 然后是神的圣灵 然后我们会谈谈 如何影响我们 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们看神的爱 主说我爱你 现在你应该知道两件事 在希伯来语中 这并不意味着 我曾经爱过你 但现在不爱了 相反 他的意思是 我过去爱你 今天人而爱你 将来也会爱你 第二是主这个名字 在希伯来语中 是 WAHWH 上帝赋予摩西的 个人的圣约的名字 这是神温柔 呼唤他的圣约子民 说我爱你们 这个贯穿全书的主题 就像一首伟大的音乐中 不断重演的主旋律 为什么上帝在他的信息 开始就谈到爱 我相信这是因为 在一切事情之前 神首先要提醒 他的子民 他是谁 他说神就是爱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相信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 现在我们不会冒险 进行类比 以一方 我被指责为异端 但从本质上讲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事实 至少意味着这一点 上帝本质上 是一个关系上帝 上帝存在 并且一直存在 一种纯洁 完美的爱的关系中 提姆凯勒在他的书 《国王十字》中这样说到 圣父圣灵和圣子 都以彼此为中心 敬拜并服侍他们 因为圣父圣子和圣灵 彼此给予荣耀的爱 上帝就无限的 深切的快乐 想一想 如果你找的一个 喜欢你的人 一个愿意为你 做任何事情的人 然后你发现这个人 对你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多好啊 太棒了 我仍然记得 在我们约会之前 我第一次伸出手 握住Alison的手 那一刻 那种紧张的兴奋 想知道她是否喜欢我 令我惊讶的是 我发现她做到了 但我可以告诉你 在结婚近25年之后 与我现在所经历的和 一个比任何人更了解我 无论好坏 还是丑陋 并且仍然慷慨地 爱着我的人 在一起所经历的快乐 最初的感觉 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还有 她现在想象一下 带着完美的爱 将其带 无限 这就是上帝 在创造世界之前 所拥有的 因此 基督教世界观的核心 是爱 将其 与其他世界观 进行对比 凯乐 将这些总结如像 无论神的核心 可能是盲目的 也可能是混乱的 但不是爱 单一 神论的核心 可能是权力 它也不是爱 凯乐接受说 三位一体 与其他世界 完全不同 圣服圣子和圣灵的本质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相互设计的 爱为特征 现在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上帝 选择创造世界 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 他创造了世界 就是为了 有人给他带来赞美 崇拜和爱 但是如果三位一体 是真实的 那么他已经拥有了 这一点 并且以一种 比我们人类 所能给予他的 更好 更完美的方式 那么神为什么 要创造我们呢 实际上只有一个答案 他创造我们 一定不是为了获得爱 而是为了给予爱 那么爱就是一个 创造主题 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 是为了珍惜他 并用他自己的存在 和他的爱淹没他 因此在现实的 现实中 真正的 真正重要的是 爱的关系 所以这个开头的关键 要点是 神爱他的子民 并选择他们 作为他们的 圣约儿女 但上帝的子民 似乎忘了 上帝爱他们 主说我爱你 但你未问 你会问 你是如何爱我们的 上帝回答说 你们都不是兄弟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圣经中难以阅读 更难理解的段落之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马拉基书中使用的语言 并不是真正谈论 情感上的爱和恨 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 圣约的选择 我选择了雅各 以色不是我所选择的 神选择回答人们 你如何爱我们的挑战 提醒他们 他选择了他们 来与此建立圣约关系 而不是选择他们的兄弟 以色 但以色列人民 就像我们之前 简记中的西蒙一样 仍然不明白 他们说 你说你爱我们 但看看我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和以东的人 有什么不同 他们和我们一样 正在重建 但神说不 不是这样的 以东可能会说 虽然我们被压垮了 但我们要重建 从废墟上重建 这就是万君之耶和华 所说的 他们可以建造 但我却要拆毁 他们将被称为邪恶之地 是永远处于 主愤怒之下的民族 他们的重建 是徒劳的 因为他们认为 自己是自己 救赎的主人 他们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 进行重建 以色列人相信上帝 已经离开他们 并且忘记了他的应许 尽管他们 似乎正经历着 与他们古老的敌人 相同的命运 尽管他的子民 处于自我 管制状态 但上帝 已经恢复了他们 因为他 与他们所 立的约 这种对上帝 之爱的提醒 为了鼓励人们 回到上帝身边 当我们读到 这些经文时 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 其次 让我们想想 神的圣灵 当我们继续看 第六到十四节 这段经文 似乎 这对 祭祀说话 这对宗教团体 说话 所以你可能会想 我摆脱了困境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摆脱了困境 我不是神之人眼 不是领袖 不是牧师 但是 你并没有摆脱困境 正如彼得前书 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们所有人 都是祭祀 罗马书告诉我们 我们为上帝 所做的牺牲 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命 所以你不能 忽略这段话 现在要真正 了解两件事情 第一 神的圣灵 是多么严肃 第二 牺牲的意义 以及它如何影响 神与他子民的关系 以色列人 忘记了神的圣灵 是多么的严肃 他们忘记了 摩西在西南山的经历 当时上帝 不得不把它藏在岩石里 这样 他才能与上帝 在同样的情况下 幸存下来 他们忘记了 纳达和比亚胡的故事 他们试图 以自己的方式 进入上帝的面前 却被消灭了 他们忘记了 属于罪日 每年的某一天 大祭祀 可以进入圣所 为人们的罪孽 献祭 但必须经过一些 严肃的圣洁仪式 他们只是将祭祀 视为空洞的仪式 而不是对上帝 真诚的供奉 上帝对他们 对待他们的方式 而谴责他们 他使用了一些 非常连利的语言 我应得的荣耀在哪里 我应得的尊重在哪里 你们蔑视我的名字 他称他们的贡品 被占物了 他说他们污蔑 他的餐桌 现在污蔑 某事意味着什么 蔑视某事意味着什么 意思是认为 某事毫无价值 不值得考虑 亵渎某事 就是将其视为 平常或日常 大家来看看这两张照片 在左边 你可以看到我和我在钓鱼 在右边 你可以看到 我们结婚那天 现在想想想 我穿着左边的衣服 去参加我们的婚礼 这说明我如何评价 我和妻子的关系 我会对我们的关系 表现出蔑视 如果我要去钓鱼的话 我穿左边的衣服 没有问题 我穿右边那些漂亮的衣服 也不是为了赢得妻子的爱 相反 我们的婚礼 我在婚礼当天 竭尽全力来表达 我多么爱他 神也是如此 我们向上帝献上自己 做出牺牲 并不是为了赢得他的爱 而是为了 对我们以拥有的爱 做出正确的回应 因此上帝对他们说 我宁愿 你什么也不提供 也不愿意 你带来垃圾 以色列人忘记了 神的圣灵是多么严肃 至于牺牲 一般来说 祭祀是指 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来寻求神的恩惠和宽恕 祭祀是许多古代 文化的一部分 有很多异教 也来要求祭祀 平息他们的愤怒 或满足他们的饥饿 否则他们就会生气 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但对以色列人来说 并非如此 对他们来说 牺牲有不同的目的 如果我们看诗篇第五十篇 我们可以看到 神并不需要牺牲 就好像他饥饿 或者有需要一样 他拥有一切 在第十九的十二节 神说 我不需要你 摊位上的一头公牛 或者你 圈里的山羊 因为森林里的 每一种动物都是我的 和 所有山上的羊群 山里的每只鸟 我都认识 天野里的昆虫都是我的 如果我饿了 我不会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的一切 都是我的 同样重要的是 要记住 托拉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什么时候 以色列被赋予了 祭祀制度的 这是在神将他们 带出流放地之后 而不是之前 上帝没有说 这是一套法律 如果你们服从他们 我就会把你们 从奴役中带出来 事实不是这样的 上帝救赎了他的子民 然后给了他们托拉 知道他们 作为上帝的子民 应该怎样生活 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自由 上帝给了他们 献祭制度 以便他们有办法处理 因他知道他们会犯的罪 而造成的污秽 上帝知道他们会跌倒 并且无法选择善 而不是恶 但他给了他们一个方法 来处理这个问题 通过尊作托拉 上帝为他的子民 提供了一条道路 使他们可以安全地 与他们在一起 但实际的子民 却把神的爱 又抛了回去 他们说 神的爱和圣灵 不值得考虑 他们每天都把上帝 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所以我们看到了 神的爱 创造了一个 他相遇 他的子民 一起生活的世界 我们已经看到了 神的圣灵 这意味着 因为我们就 我们变坏 因为我们背弃了神 并且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因为人类的罪 神不能与我们同住 否则 他的圣灵 就会毁灭我们 那么 以色列人民 将何去 何从呢 我们又会怎样呢 是什么 让我们摆脱了 自我管制的陷阱 这是对神的爱 和他想要 与我们在一起的 渴望的重新关注 为了与神在一起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他的圣灵 那么这一切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在西伯来语中 有亏的名词 就是东方 但与许多语言一样 每个词都有 多种含义 它也有前面 或向前的意思 也有过去的意思 所以 如果我们是古代以色列人 就好像我们的过去 就站在我们的面前 这与我们现在的观点不同 我们把过去 靠在脑后 但这也非常有道理 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我们的过去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甚至有一个 现代的说法 说 2020后知名 但我们的未来 是未知的 都是看不见的 就好像我们的人生 倒退着走过去 过去的 在我们前面展开 未来 在我们身后 因此 当我们到达 本文的结尾时 我想回顾一下 并指出一些里程碑 有些我们可能忽略的事情 可能会帮助我们 调和神的爱 和他的生灵 为此 我想提过一把钥匙 来帮助解断 这段经文 甚至整个九月 这个关键来自 约翰福音 第五章 在这里 耶稣再次面对 法利塞人 他们来攻击他 因为他在安息日 医治了某人 在第39节中 耶稣说 你们考核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 拥有永生 这些圣经 就是我来作为见证的 耶稣指的是什么经文 西伯来圣经 我所说的九月 正如他在其他地方 所说的那样 耶稣在这里说 这些经文为我所见证 事实上 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文 写在圣经九月每页的顶部 以提醒自己 整本圣经 都是关于耶稣的 让我以相反的顺序 为你提供 我们这段文字中的 三个简单的例子 第十四节开始 那作弊的人 在他的羊群中 拥有一头 蒙瑞纳的雄性 发誓要把它献给上帝 但却把一只 有缺陷的动物 献给了耶和华 耶稣是神 所诺献上的祭物 神向以色亚许诺 他会提供一个 可接受的祭物 一个未来的以色列人 他会牛转诅咒 恢复神对以色列 和所有国家的祝福 几年前 我坐在教堂 坐礼拜时 听到有人读 老华詹姆斯的 创世纪 第二十二章 从亚伯兰汉和以色的故事 他读到第八节 以色刚刚注意到 他们没有羔羊来献祭 经文中是这么说的 亚伯兰汉说 神必自己预备一只羔羊 做献祭 你听到了吗 神会为自己预备一只羔羊 耶稣是神 蒙娜的羔羊 但耶稣并没有通过献上 蒙娜的祭物 来避免诅咒 而是为我们受了诅咒 正如加拉太书 第十三章第十四 第三章第十三节所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 救赎我们脱离法律的诅咒 而且因为圣经这样记着 所有被挂在竿子上的人 都受到诅咒 圣经说 在圣月中 诅咒是指上帝 让人们成熟 按照自己的方式 夺取祝福的后果 这是一个诅咒 因为我们最终 没有得到丰富和生命 而是匮乏 孤立甚至死亡 其次在第八节中 我们献下野的动物危机 这不是错吗 当你宰杀 拨脚或换兵的动物 这不是错吗 当世喜约翰派他的门徒 去见耶稣时 问他 你是摩萨呀吗 还是我们应该期待的 那个人 耶稣引用以萨埃的话 瞎子能看见 雀子能行足 病人能得洁净 作为耶稣 完美纯洁 无可指责的祭物 来救赎我们的这些 改变我们 使我们圣洁无想 这样我们就可以 进入圣灵 圣洁的神的面前 最后在第二节 神说我爱雅各 我缺恨以色 耶稣是真正的雅各 被天父所爱的选民 但他为了我们 而变得像以色一样 被拒绝 被遗弃 以便我们这些 邪恶之地的自然公民 可以被带入上帝的王国 我们本来就是 以色的后裔 可以被收养 为上帝所爱的女儿 这就是罗马 书第九章 谈到应许之子时的意思 什么承诺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都将通过他和他的后裔 而蒙福 上帝肩负着一项使命 他要求我们 加入他的行列 救赎所有造物 恢复人类的使命 与其说是 为了有一天 我们死后可以上天堂 不如说是为了现在 今天他可以降临到 他的子民中间 借着他的子民 他可以祝福 土地上所有的国家 使他的国度降临在地上 如同降临在天上 直到有一天 孰旧工作 在更新的天地中 对于实现 上帝可以在那里 生活在他们的子民中间 正如启示录 第21章第3节说 我听到宝座上 有个响亮的声音说 看哪 神的居所如今在人中间 他要与他们同住 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 上帝将亲子与他们同在 并成为他们的上帝 如果你今天在这里 还不认识耶稣 神正在呼唤你 他内心的愿望是 来到你身边 并在你的生活里面 如果你在这里 并且正在努力愤怒着 努力工作着 赢得上帝的青睐 我可以鼓励你停下来 放下你所做事的负担 有一首古老的赞美 是这样写的 放下你致命的行为 浮浮在耶稣前 站在他面前 单单的在他面前 光荣的 站在他面前 如果你像我一样感到疲倦 也许你只是走过场 处于自我控制状态 有类型公式 其他也是 或死机因为的练习而来到教堂 你的风骨会变得三心二意 你的牺牲变成了圣灿 我是否可以鼓励你停下来 休息一下 暂停一下 花一些时间 默想那耶稣对你的爱 让这充满你对他的旌旗 希望和赞美 下面让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请帮助我们 记住您对我们的爱 正而通过您儿子的生死和复活 向我们展现出来 我们奉耶稣之名 阿们 今天的讲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咱们